嘿喲 聊四季 天天都更新 大家好 我是Lio 今天要來看蒙古人對上追者羅人 這場比賽是天梯打阿拉伯地圖 好 我們先來講一下蒙古人 蒙古人最近有觀眾留言到 最近的蒙古的影片很少 那是因為他被削弱了嗎 還是在新聞不太適用 那其實蒙古人一直以來都有這個問題 就是他的前期經濟非常好 但是到了中後期 基本上經濟都是會輸人一節的 所以很容易打到這個地後很容易會輸 那輸的原因總是因為自己的蒙古徒季出不出來 或是在城堡時代沒有從騎兵 或是用自己的騎士打出優勢來 就很容易被後期的經濟一發帶走 那這個遊戲的經濟是非常重要的 其實是你的軍事強不強跟你的經濟是很有大的關係 並不是你的單位工房或是攻擊役 防禦告就會贏你的遊戲 所以這遊戲你一定要把它想成 經濟為主才是重點 那操作跟單兵的素質體質那些升級才是其次 那當然啦 那二級射三級射或是攻擊力防禦那些 還是一定要升的 但是沒有經濟的話 這些都是沒辦法順利升上去的 所以蒙古人的問題大概就是這種感覺 就是你要讓他升這些該升的東西都很難升上去 尤其是個蒙古圖記要升的東西太多了 這個三級射二級射化學彈道學安息人戰術 還有這個跑速品種 都要點了 所以搞得蒙古人的成型時間非常的晚 所以雖然蒙古人到後期非常強大 但是要經過城堡時代跟帝王時代初期 這兩個最難過的時間點 是蒙古人最大的一個考驗 好那我們就先來看一下趨德羅人 趨德羅人的話一開始有兩個果蟲 那所有的羊跟馴服的動物都可以放到這個魔防裡面 那一開始經濟來說是不錯的 你看這一開始就多了快250肉 你看其他威敏的經濟開局又已經不錯了 而且後期趨德羅人又有沙地利可以減免食物的消耗量 省下的資源就真的比蒙古多太多了 所以現在感覺強勢的文明都是跟這個經濟有關的 那跟單位來說的話 好像並不是那麼的明顯的有效吧 但是有經濟加成的勝率都不會超哪裡去 好那我們就先稍微加速一下 那這場對戰感覺趨德羅人是有定理優勢的 因為趨德羅人本身的駱駝傷害非常的高 而且殺騎馬打工兵也很有效 所以我覺得趨德羅人這一把是完美Counter蒙古人的 沒有什麼太大問題 蒙古這邊打一個棒棒 那你會說欸蒙古不是馬舊文明嗎 怎麼會打棒棒呢 最主要是因為蒙古前期有吃肉加速的關係 吃豬肉 鹿肉都有這個肉類的加成 所以前期出棒棒算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但是這邊盡可能要擊殺一隻村民才會更賺一點 OK這邊直接卡死一村 Nice 這邊打得非常漂亮 這邊還是有機會可以再換掉一村的喔 16 13 哇來不及 好了 過頭吃後回來了 好只剩下一隻棒棒應該就直接送掉了不會想再控了 好但是還是拿到一村的優勢喔 這就是蒙古人喔 前期要盡可能的用這個強軍士喔 去換到地方村民喔 才可以打平對手跟自己的經濟差距喔 好那蒙古人的打法還是比較偏效於馬舊票 但這邊是選擇了工兵喔 工兵屯的話是在前期防守來說比較好 也比較容易更好上到這個城堡 style 因為工兵是不需要消耗肉的 那這邊多存一點肉 上城堡 style會比較快一點 那這場比賽 眼睛的觀眾應該看到 這場是AA內戰喔 這個戰隊內戰 這個HART對上HERA 後方HERA有這個工兵 直接繞到後方喔 去騷擾 HART這邊應該是沒有注意到 左邊這裡有洞 應該是有發現這裡有村民一村 在這裡 沒想到拿到兩村啦 好那HERA的話 很標準的點一下城堡 style的身腳 那工兵的話兩邊都是小打小鬧 應該不會打出太多的東西來 好這邊HART想要上高地反射 這邊繼續追擊 投射一下村民 但村民血量其實蠻足夠的 這邊細節有做好 沒有把那個殘血的村民喔 拉去挖礦 那之前我一直有在講喔 就是你的殘血村民喔 都要拿去種田喔 你看這邊HART 這邊經濟的細節都有做好 那個村民殘血都在田附近喔 就不太容易被收掉 像剛剛那個工兵直接抓掉殘血的 這種可能性就比較低一點 好 現身到城堡時代的是這個區域的羅人 直接點下奴兵的升級 還有這個二級色 大學應該是馬上補了喔 這應該是大學 大學補下馬上要來升彈道學喔 直接打一個最兇的 好 但是HERA這邊也是點下奴兵和二級色 那這個時間點打工兵開還不算是非常弱勢的一個選擇 甚至可以說是不虧的一個打法 那如果再繼續打奴兵下去的話可能會虧啦 但是就是在這個城堡時代初期 直接打奴兵是更有殺傷力的一件事情 就是你上城堡時代 直接打馬弓的話會很傷喔 雖然蒙古人有這個馬弓的弓速加成 但是你的數量上很容易輸對方的弓兵的數量 甚至是輸給對方的毛病喔 反而你出這個蒙古突擊會被壓在家裡打 但是奴兵的話數量就容易起來 自然而然就可以打贏對手的毛病或是弓兵 甚至可以秀爛對方投實測 都不是什麼太大的問題 這邊村民生一滴血 哎呦 但是死是兩村了耶 這裡有彈道學所以射得很準 都殘血 哇三村五村 有彈道學真的很兇喔 這個就是彈道學的威力嗎 蒙古這邊沒有彈道學的關係喔 所以擊殺村民是比較困難一點的 那哈特這邊利用自己的彈道學 換到非常多村民喔 真的是蠻賺的 好 那區德羅倫這邊直接暴農一波 輪軸技術一級農開點 然後哈利拉斯補下了二級木頭 但是一級農還沒有點 大家現在啊 木頭消耗量會非常的兇喔 因為一級農都沒有的話 這個農田太容易吃完 很容易吃完就很容易灑第二四田了 灑第二四田也是需要耗費大量的木頭的 好那這邊直接補下了戰毛病的升級 看來是要轉手為攻了 不然再繼續進攻下去了 好那我們再稍微加速一下 看一下兩邊的一個打法 那左邊這一坨工兵也走了過來 往下走 射個一發兩發 直接收穿一發都沒射死 哇這個村民收穿受得非常快速 直接在前線的高地蓋下來工程去製造所 哈特這邊準備要來給他一發大碗的 看來這個有打算要來控這個金喔 這個外面的附金能控下來其實就蠻賺的 好控兵就在小打小鬧 那蒙古人的這邊打法還是要偏向於走蒙古圖技比較好 那現在走蒙古圖技的話也打不太引毒兵喔 所以這邊蒙古人可以考慮出騎士 或者是出這個肉馬草原騎兵喔 都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那肉馬來說的話可能會稍微弱雷一點喔 這邊轉一些草原騎兵出來打 或是轉點戰毛來打也是ok的 那戰毛兵出一些 待會還是要轉一點草原騎兵或騎士喔 要來去解這個工程器比較好打一點 只單靠這個戰毛兵喔是有點困難的 好這邊直接爆挖一下石頭可以蓋地洞城堡 那城堡的話如果是我會想要蓋這個位置喔 雖然沒辦法直接鎖到金礦區 欸當然是直接放在了這個農田區域喔 這個城堡 意外的這根城堡插得很保守 好城堡一蓋好直接射爆一台頭車兩台賺到了 哇哈特這邊傻眼一進去就看到城堡 直接被射爛 這邊直接被射掉兩台頭石車之後 馬上來下了爾吉諾 再開始慢慢轉龍的一個方向 而不是完全打強軍事 好蒙古圖祭這邊再慢慢做生產了 中午有城堡可以打這個蒙古圖祭 輪斗技術可以補一下 蒙古這邊其實開始有點難打 你看這個經濟喔其實有點誇到追不上的感覺 蒙古打趨著羅人感覺真的是不好打 對方又有殺騎馬 殺騎馬又可以打蒙古圖祭 這邊直接射掉 蒙古圖祭的基本傷害很高 例如加2 8攻喔 那奴兵的話是7攻 傷害毒他1攻 打這個騎士喔還是有點傷害 那蒙古圖祭最強大的地方 就是他打工程器 單位的時候也會有外傷害 例如打這個 葡萄的風琴炮 或頭車奴炮 火炮這些單位 或者是衝刺喔 都有這個外傷害 所以基本上他想解什麼就解什麼 沒什麼天敵啊 所以大家天敵應該就是戰毛兵跟疾病喔 這兩個單位而已 好這邊走過來 人地先收掉這兩台頭死車 他這邊可以打算 囤個大概10隻左右的 蒙古圖祭喔 直接上前硬點喔 是可以瞬間點掉這個青頭的 好這邊先點一下瓶種 三級射野 彈道學也補一下 稍微趕快補一下自己的這個蒙古圖祭的科技喔 就是我們剛剛說的蒙古圖祭的成型時間偏晚 要點東西太多 好BK沒有再繼續生產東西 好這邊 聰明術雖然是由黑啦 蒙古人這邊領先大約13村左右 但經濟量看起來怪怪的有沒有 曲子羅倫怎麼可以點帝王時代啊 蒙古人這邊卻沒辦法 當然這也是點這個手會射的關係喔 好直接射下來頭車 這邊操作也在秀 瘋狂的B陣 對方有彈道學不一定會射得準 非常的兇狠 這就是黑阿的手術 一直享受操作 好補下了手推車 彈道學也要補下 啊 這看起來蒙古圖祭依依還是不能出冠 回到城堡裡面稍微補一下血 好 扣子車區慢慢砸啊進来 好但是姆子圓好了 好等一下帝王時代的管事區的羅倫 這邊看一下秀操作 蒙古突擊直接上去點射 把兩孩投射解決掉 但對方的攻擊數量還是很多 自己的蒙古突擊的數量沒有很多 所以這樣打起來其實是有點危險的 哇這個哨戰直接吸了很多戰毛病的傷害啊 這個沒有辦法控好 好少人加速一下看一下屈阻羅倫要怎麼打 那個屈阻羅倫感覺打這個沙騎馬加洛馬或是加射毛病喔 都是Minecounter現在蒙古突擊的單位 因為蒙古到了地龍時代打洛馬配蒙古突擊的戰術是居多的 哇果然在升這個輕騎兵的升級 馬鎧戰 但是由於他的馬鎧沒有三級的關係 所以被遇到箭矢還是蠻痛的 但是他有這個血量加持喔 第一隻輕騎兵血量98低喔 非常的坦 好我自己防一點下 但是對方攻兵準備要來直接硬上來了嗎 還好屈阻羅倫沒有強弩喔 所以他只能用戰毛兵去反制對方的蒙古突擊 看來這邊一直瘋狂想要躲箭矢喔 讓對方的箭矢傷害降到最低 但是弱頭在中間也是在硬砍 但是好像數量有點輸給蒙古了 好這裡只能先行撤退 那蒙古這邊現在有點小小的優勢 因為蒙古突擊剛剛成型喔 希望不能讓他變成超大團的蒙古突擊團喔 這樣就會非常難受了 好屈阻羅倫點一下沙地裡 那這邊食物的消耗量就會減少了非常多了 好不然是出駱駝啊戰毛兵喔 都有一定的效果 好這邊直接硬點掉了一台巨頭 好這邊直接硬點掉了一台巨頭 右邊駱駝繼續想要輸出 但這邊這次是使用清洗兵上前密尻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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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尻 可能點得上去也相當不容易喔 但是開始有點後置於無力的感覺 原來HOT的薩地利喔 現在完全是出這個肉的單位的喔 駱駝加戰毛兵都需要出吃肉的單位喔 好不是文明 所以這個薩地利科技到地上時代 是非常強大的一個能力喔 大家會省出來的肉就會出更多單位喔 就有新對手 好黑拉這邊點下了二級攻 那三攻可能也會馬上補喔 但是這邊肉還不太夠 雖然68片田其實蠻多的喔 但如果真的要一直不斷肉馬的狀況下 大家要七八十寸喔是更穩定一點的 好駱駝直接往右邊走 分兩隊 好貼了一隻駱駝再小打小鬧 好孟國圖技過來直接射掉一隻駱駝 好孟國圖技直接在上方 開始繼續射擊 左邊的駱駝也跟過來 跟毛病引起來 那這一波大戰 看大特有機會直接逆轉嗎 目前看起來 黑拉這邊是更穩定一點的喔 因為這個孟國圖技基本上要成型好 攻防弄已經升完了 魂引種跟弄技術都有 而且大羅馬也好 三級攻也要好了 感覺好像很穩欸 而且人口也200人口了 但是趨著羅倫這邊還沒有拿出所有的資源 去跟對方正面硬打 人口也是張機200人口 但這邊戰毛病直接被黑拉的大羅馬抓了個包 直接上砍一波 直接瘋狂殘血 然後面的這些洛馬也是被擠得差不多了 好洛馬上前 但是城堡依舊在輸出 好 趨著羅倫點一下化學 這個化學是要打戰毛病的傷害提升而已吧 感覺上是這樣子喔 不然打個火炮好像也不錯 因為趨著羅倫是有火炮的 那看來這一場洛馬的進攻效果真的變不太好 後面一直有這個重裝駱駝去追羅馬 這個重裝駱駝打駱馬傷害實在太高了 那蒙古圖技的數量一直在20幾隻喔 並沒有到4050隻的這個誇張數量 對目前看起來蒙古人的打法還算是 沒有這麼的強勢的 反而是有點五五開 對方相公跟戰毛兵出來打 還是有點難打 回去的感覺 然後這邊洛馬進去後面右圖駱駝去追 這就造就著現在一直打不贏的一個狀況 這就造就著現在一直打不贏的一個狀況 好 這邊直接抓到挖到實況的村民 現在去著羅倫哈特瘋狂的在跟對方避戰 兩邊其實都不想打架的 那最後還是要分個勝負出來 魔物圖建議開始秀操作 把那些洛馬給直接射倒了 好 左邊這邊哈特直接強拆城堡 這邊有機會嗎 好像很OK喔 這邊戰毛兵的數量其實也夠多喔 好 對方魔物圖建改來的話 可能會損失非常多的單位 好 城堡剩下一點點血 好 繼續輸出 魔物圖建議上前硬點巨頭 巨頭只被射爆了一台 但是戰毛兵也在攻擊 雖然駱駝上來一打也有傷害 但是數量不夠多 大洛馬加上魔物圖建議的傷害 還是硬收掉了第三台巨頭嗎 城堡要被修了回來 哇 這相當關鍵喔 這個城堡居然撐住了 好 那巨頭爆開 現在單滴手過來 還想繼續輸出 看這邊已經還在持城堡傷害 其實有點虧了現在 好 這邊大洛馬再上拳 尻個一波 巨頭死記憶又剩一點點血量 但是這邊好像 還是拿得下來 但是洛馬送光了 哇 城堡再度守住 好 那蒙古這邊打法已經開始有點難受了 因為這塊已經被控制的關係 現在已經斷金斷到 生活無法治理了 已經沒有黃金了 因為蒙古圖記投資的金額太多了 那現在只能轉洛馬來打 當然轉洛馬的結果 應該就是打不贏了 因為蒙古圖記 是非常吃黃劍單位 蒙古人這個也不是 專打洛馬的文明喔 所以 兇多極少 反正是驅逐羅人這邊 黃金庫寵還很多 還有800多 甚至還可以點下金罐 這個前線列隊 前線列隊點一下之後 駱駝防御還要再加4防 等於7防駱駝 這隻大肉馬也才7加4喔 所以打一隻駱駝的攻擊力 才4滴傷害而已 哇怎麼看都覺得 黑拉這把已經量掉了 這也是現在蒙古人 在阿拉伯上面的問題 直衝蒙古圖記 很容易沒有錢 不衝蒙圖記又打不贏 打前期沒有打出優勢 也很容易被經濟差距拉開 直接被碾壓 這就是蒙古人現在的窘境 那我覺得蒙古人在團戰發揮來說 可能會更好一點 因為團戰的話 就有4級黑跑毛衣 基本上資源無限的話 就很容易針對對手的一個 佈創 這個佈局 好前線列隊對駱駝 直接硬扛這些大肉馬 黑拉這邊感覺已經沒有 其他辦法可以阻止對方的 正面部隊進攻了 雖然這裡有大肉馬 加上少量的蒙古圖記 但是數量上還是不敵對手的單位 好大肉馬直接上前硬尻尻 想要去拆掉軍運投石機 但是沒有機會 把一些青騎兵在後面直接開戰 好軍運投石機應該可以爽爽拆 踩到製作城堡 黑拉的農田可能就要超賽了 好軍運投石機繼續逼在這裡 可以啦 已經有點半放棄了 馬就全部都被封鎖 沒什麼能打 但是HOT這邊轉出界大肉馬 兩邊都是走大肉馬路線 雖然修瑪麗親習兵蒙古都有118滴血 但是對上對方駱駝真是毫無招架之力 好萬物圖記 繼續 躲在城堡下方 可以啦 再用自己的青騎兵想要繼續繞背 確實喔 這個不繞背的話一直打正面也是很虧 但前線還是有戰毛兵 戰毛兵打蒙古圖記很痛 哇 死了兩隻 三隻 四隻 五隻 六隻 死了六隻蒙古圖記 只換了一台巨型投石機 很虧 蒙古看來要慘招毒手了 大肉直接到城堡下方硬尻了進來 完蛋 黑拉這邊打出了聚聚 哇 這個自己的附近被控住真的太傷了 對蒙古來說是一個非常不好的消息 所以一旦自己的附近被控 野精也沒挖到情況下 蒙古基本就是宣告死亡了 完全沒有辦法去把自己的 該有的經濟優勢或拿起來 這個就是蒙古現在窘境了 到了城堡時代帝王時代經濟總是會特別差 可龍被對方反差 我們先來看一下經濟 經濟優的話 沒意外的虛擬肉應該是贏很多 結果肉類是贏了一萬二 木頭是贏了三萬五 贏了七千 那黃金這邊是輸太多了 經濟優這邊黃金才是中屌 七千黃金 那蒙古為什麼肉會這麼多 只是單純黑拉剛剛配肉配的蠻多 六七十片田 為了自己出大肉 由於沒有黃金可以挖的關係 所以把所有的村民配到這個食物跟木頭裡 那驅者洛倫雖然沒有食物消耗這麼嚴重 因為他自己有減免肉類的關係 所以又派了更多村民去挖黃金 這也是正確的選擇 好啦那今天這部影片就到這邊囉 那我如果喜歡這部影片的話 就請記得幫忙下席 那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 掰掰 掰掰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